那我下來台中了 現在又要準備去看我的車子啦 今天應該是要順利裝上尾翼啦 我們現在來等車 那我們先來看看吧 來 個個個個個個 有看到它的外形 它的輪圈 它的輪胎 現在可以看到啊 前面這一個 它门跟这个车身不是两个颜色 这就是这一个消光墨灰的特色所在 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所呈现的颜色 是完全不一样的 照近一点 哇有没有看到阿肥的轮框 对完全定做了锻造框终于装上去 阿肥这一次使用的是 米其林的PS5 为什么会用PS5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PS4S大家都常推常在用 阿肥本来就想说 那就用PS4来玩玩看 可是很多人都说PS5也不错 评价就有点两极化 那你们知道阿肥就是很喜欢尝试新的东西 那既然PS5是 PS5啦好不好 PS5是新东西 那我阿肥就来测测看它这个 到底耐不耐摹 使用起来的车况感受到底是什么样子 那详细呢 阿肥在实际开到我这台的时候 我会再跟你们分享一下 跟我前一条 那个固特翼的轮胎 有什么样子的差异 那我知道 你们一定会看到 它的这个轮圈的地方 好像有点空空的对不对 没错我也觉得有点空空冷 嗯 正在想说是不是要换那个碟盘跟卡钱 但是阿肥现在有个迷思 因为 现在的碟盘跟卡钱 刹车力是很够的 可以足够应付我开车所需 所以我一直很犹豫 到底要不要把这一组圆上的刹车给它换掉 那你们给我意见吧好不好 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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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没有看到 来来来来来 我拉到旁边去 这个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172的后造型完美 移植上去了 来你们看看这个密合度 有没有 就像是什么 就像是原厂做的一样 这次车子本体外观的部分 大致上就是这样 它的颜色已经喷好 轮框已经上上去了 这个后造型的部分也已经弄好了 接下来我们带到里面给你们看 里面这一组呢 是阿肥 哇哦 特别去订来的这个安卓机 那这个安卓机呢 就是阿肥介绍的 7870 12512G AK7738 跟7851的公放 那它是支援这个 360环境 之后呢 阿肥会特别拍一集出来 分享给你们 过来讲完了安卓机之后 我们来看到的就是我们 门板的 门栓的部分 耶 原车的车门栓它是黑色塑胶 那看起来已经破破旧旧了 对不对 对 没有错 阿肥呢就挑咖声 直接去买了这一款 AMG 哈哈哈 小鬼耶 小鬼耶 真的不要乱买 好吗 哈哈哈 这个呢 AMG的车门栓 哎呦 质感真的是非常好 我超级推荐你们 如果有换车门栓的需求 可以入手这一款车门栓 再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们来看到的这个是 阿肥的尾翼的部分 哦 这个尾翼啊 已经全部重新组装好 卡好期了 就连电子后照镜的线啊 也跟着一起出来了 这个是电子后照镜的线 也一起出来了 整个线呢是走在这个 盒子里面 接下来就是安装上电动尾翼 敞篷车的安装就会比较复杂一点 左右两边都会有线速需要过定 并且啊沿着后车厢下来 同时还要注意 开篷跟开启的时候 会不会扯到那个线速 这一个部分啊 就做了两天 最后把控制器啊 固定在原厂放保险师的地方 就完成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实测的状况吧 后面灯亮起来的时候 真的是很感动 不过后续还会把这个灯光给改掉 因为台湾的法规上面啊 对于第三第四刹车灯已经有明确的规范了 所以啊 在驾驶的时候啊 就要把这个灯光功能关掉 紧在停止的时候 展示亮起来就好 记得我们要当一个守法的好公民 要顾及这个后方开车人的感受 最后阿肥在测试自动开棚 哇 这打开来完全都没有问题 我的尾翼就算是安装完成了 看完了尾翼之后 阿肥这一次车子的进度就到这边啊 终于我的颜色改好了 并且啊之前板筋伤到的地方全部都弄好了 之后会给你们介绍安卓机 还有这个轮框镀膜的部分 跟这个电动尾翼 我相信大家也是很想要了解 希望啊下一支影片 你们已经可以看到阿肥把车子开出去啦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啦 如果你对于SLK 或是我这一台车改装的部分 有任何问题的朋友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来询问阿肥 另外呢阿肥自己也有一个团购群组 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跟阿肥讨论车子的话 也可以加入我的团购群组喔 喜欢我的影片 按赞订阅分享 打开小铃铛 追踪LiveGV 每周12345 晚上的6点都有可能会上边 我是阿肥 我会你们 See you later Bye Bye 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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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Y